特朗普和他所领导的美国似乎正在进入某种歇斯底里状态,接连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特朗普正在带着美国便利正常国家的轨道。 美国资深记者伍德沃德在其心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中,揭露了白宫高层官员对特朗普的愤懒与不满。 有的特朗普爆跳如雷,大骂伍德沃德是在编造谎言,是大骗子。 9月5日纽约时报发表一名评论文章,我是特朗普政府内部抵抗力量的一部分,批评特朗普缺乏到的原则的领导风格,以及他冲动鲁莽的决策风格。 文章作者自称,自己是白宫内部抵抗运动的一员,这让特朗普在愤怒之余,发起了一场在白宫内查谁是内悔。 运动,搞得人人自危,基本坐实了特朗普政府内部存在抵抗者的事实。 更加危险的是,9月8日,为了阻止俄削联军,解放雪莉亚伊德利不舍,美国出动两架F-35战机对雪莉亚,另一地区,戴尔祖尔省的居民点发动攻击。 这次空袭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国使用了联合国武器公约中,简直使用的违禁武器白灵弹。 1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又威胁着,如果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宣在爱富汗战争中造成的平民伤亡,纪虐球等行为进行调查, 美国将考虑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和检察官,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的所有银行账户资金,并在美国法院起诉他们。 几乎同一时刻,特朗普继续升级中美贸易战。 9月7日,特朗普在美中空军1号上,发表新闻讲话着,表现役的事情会马上发生,我向他们争了500亿,那只是科技领域的。 现在我们要追踪2000亿,在此之后,我们另有2670亿,随时准备计上日程。 只要我愿意,一个又一个事件的接连发生,让世人看到了一个在特朗普带领下逐渐走向疯狂与失控的美国。 可以说,现在的美国在内外问题叠加的情况下,正失去基本的理性,向着更加危险的方向狂奔。 当下,特朗普政府在美国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加大政军备战力度,就是想以军事优先支撑美国优先,用美军霸权实现美元霸权。 特朗普口口声声要让美国在他的带领下再次伟大。 然而,他上台以来造成的结果却是,不仅美国的倒议和形象进一步数损恶化,国内的矛盾和问题也更加激化和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提出了一个奇葩的谬论,批评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已经不能维护美国的利益。 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受益,他要颠覆这一体系和规则,且美希宁约颠覆事件设,说白了就是把他眼中不能保证美国利益的体系和秩序统统推倒。 按照他的意志构建其美国枭炸全世界的新秩序,为了打造这一秩序,转下国内矛盾和危机,重塑美国霸权,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已经表现出通过激化世界矛盾冲突, 以战争手段摧毁国际秩序,转下危机的倾向。 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莱德公司就曾向五角大楼提加了一份报告,评估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转下危机的可行性,试图以一场世界性的大战来化解困扰美国的危机。 这种思想在美国精英中十分流行,2010年10月,在华盛顿的一个经济论坛上,分数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的诺贝尔加德主,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路格曼,与曾任立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 在谈到未来经济前景时,一直认为必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已经对解决美国研制的经济问题失去了作用,只有在打一个大规模战争,否则没有办法让国家走出困境。 特朗普上台后,吉利鼓吹大国战略竞争热调,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塞尔瓦甚至公开宣称,未来与中俄面临激烈战斗,美国众议院也就大国之间的战争举行听证会,认为美国与中俄的大国战争可能性虽然很遥远,但是越来越真切,言之凿凿的表明,与中国的冲突可能会在海上和空中进行。 陆军和海巡陆战队将发挥自要作用,而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空军和陆军,尽管海上因素也占很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不越过大西洋就难以到达俄罗斯。 今年4月份,美国兰德公司两年前给五角大楼提供了一份提问,与中国开展想不敢想之事的报告。 突然在网上流传开来,报告推测,中美大战将使中国遭受严重损失,对美国而言,顶多相当于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 美国的政要和智库如此逆急地抛出与中俄冲突的言论,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冷战思维或讨阳军费来解释。 它的背后包含着美国全球战略转变的一个大逻辑,它要用强大的军事实力,直接威慑别的国家,来证明美国的霸权不会旁落。 对美国来说,战争是其解决危机的手段之一,单一的小危机用小规模战争解决,综合性的大危机,用大规模整体战争解决。 毫无疑问,美国当前面对的是霸权体系,面临坍塌的综合性危机,它的解决之道就是寻找重量级的对手,打一场大规模整体战争,收割像冷战那样的战略利益。 当前,美国不仅在中东地区对叙利亚,伊朗磨刀祸祸,还在东欧,东亚地区制造和激化危机矛盾,这是十分危险的苗头。 目前的焦点集中在中东,为阻止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支持下巴起伊德利普最后一战,美国纠集英法德等国组成干预阵线,双方剑板弩张。 大战大有一处激发之势,虽然外界多有评论,认为美西方是与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坚强意志,不会贸然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但是,这显然低估了美国以战争手段转嫁危机,获取收益的图谋。 如果特朗普政府认为战争的收益大于付出,不能排除美国用战争手段颠覆是破局的危险。 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显然,特朗普上台后的美国,无疑更加危险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